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毫无疑问 肖战和杨子凭借这部甜蜜的爱情剧 再次迎来了各自的剧集 事业高峰 很多人都被剧中两人甜蜜的爱情所感动 他们在剧中自然流露了真情 一度让大家觉得他们是真的在一起了 到现在为止 相信还是有很多朋友还在网上找了一些端倪 来确认两人是真的在一起了 看来大家都沉浸在剧情里玩不了了 既然大家还没有定论 小编在这里要传达一个好消息 由网友爆料称 顾曼的小说《太阳如火》已经完成 近期进入选角阶段 要知道 他的作品现在很火 欢迎光临和以声肖默 微微一笑很诱人彬彬来了 都是他的代表作 如今《太阳如火》的选角自然吸引了更多演员和投资人的关注 据悉 此次作品将被改编成电视剧 顾曼不仅是该剧的作者 还是该剧的编剧 他也参与了这次选角 据悉 播出平台可能是讹厂 同时 平台希望是肖战和杨子 因为两人在余生中的默契合作 投资方和平台方都非常看重他们 所以目前两人都在私下接触 看来还是有很大希望的 毕竟这也是很多粉丝和观众的心愿和心愿 这样一来 对于观众来说 真的是天大的喜讯 毕竟很多人还没有从《余生夫妇》这部剧中走出来 现在合作伙伴真的为这件事做出了贡献 为观众和粉丝 嗯 这真是个好消息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期待什么? 02. 诚意《山河明月》刚上线 又一新剧定档 看到主演阵容这剧追定了 最近由诚意主演的古装大剧《山河明月》 可谓是火遍全网 该剧不仅收视高 而且口碑也取得相当不错的成绩 剧中诚意饰演的朱棣一角 也是凭借着帅气的古装颜值和出色的演技 圈粉无数 然而《山河明月》这部剧才刚上线不久 诚意又有一部新剧《江定档》 那就是底线 底线这部剧是由刘国同指导 费惠军 李小亮共同编剧 晋东 诚意 蔡文静等明星领衔主演的法政剧 该剧主要讲述了三个法院人 在一宗宗案件中 发扬着法院传帮代的优良传统 他们始终坚守着司法 道德 人性底线的故事 据了解 该剧目前已经进入后期制作阶段 预计在2022年10月份定档 让人无比期待 诚意在这部剧中饰演的是男二号周一安 他在剧中是个帅气正义感十足的年轻法官 对于演员诚意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吧 诚意在娱乐圈中可以说是一位颜值与演技齐飞的90后人气小生了 出道多年的他演过不少影视作品 在琉璃宇军歌长安诺等古装剧中都有着相当优秀的表现 诚意也是凭借着帅气的古装颜值和出色的演技 获得了观众们的一致认可 这次在底线中饰演帅气法官周一安一角 无论是颜值还是演技 相信诚意都不会让观众们失望的 非常期待他在剧中的精彩演绎 而该剧的男主角方远游晋东饰演 他在剧中的人设是个大公无私的法庭亭长 对于演员晋东 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熟悉了 晋东在娱乐圈中可以说是一位演技相当出众的实力派演员了 出道多年的他演过不少经典角色 比如秋雨中的和鸣剑在弦上中的荣石 以及温暖的味道里的孙光明等等 可以说晋东凭借着精湛的演技 把这些角色都给演活了 这次在底线中搭档人气小声诚意 两人在剧中将为观众们呈现一系列精彩的法庭辩护 让人相当期待 除了以上两位主角外 该剧还有蔡文静 王秀竹 岑梦雪 王静松 冯嘉怡 王莎莎 王放 吴样 胡浩博 李芷墨等一众实力不俗的演员参演 阵容可谓是相当豪华了 这也让该剧更加的有看点 一部好看的法政剧 除了剧情要精彩外 主演们的演技也是非常重要的 相信这部由诚意 晋东 蔡文静等明星主演的底线 播出时一定会火 你期待吗?